三军仪仗队是解放军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单位 是全军的门面和形象代言人 在世界范围内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业务水平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每当有访华外宾出现的时候 他们都会承担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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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仗队对于官兵颜值的标论的确很好 仅仅通过了选拔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依仗队员 依仗队没有作战任务 他们的训练全部放在了所谓的队列训练上 也就是军资和正部 相信每一个人在学生时代都对军训战军资的项目深无同学 但对依仗队员来说 战军资已经成为他们训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三军依仗队要求每一个依仗队员 都能够在任何天气环境下纹丝不动的战沟三个小时军资 除了战军资 更让队员们压力山大的则是踢正部 正部是我国独偶的一种军事简单步法 对于三军依仗队来说 他们的正部必须踢得分毫不差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腿部的高度和甩手的高度都完全一致 为了达到这样的肌肉技艺和效果 仪仗队员们每年都会消耗整整七双上好材质制成的军靴 可见其训练强度有多大 其实战军资踢正部 还仅仅是三军仪仗队训练中的一部分 为了确保每一名仪仗队员 都能展示出中国军队的精气神 连参加队列式的表情 仪仗队都有专门的标准和规定 比如即便是在荧光迎风条件下 仪仗队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无特殊之处 也没有晋升途径上的便利